歡迎您收看12月26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唐傑安 千萬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 今天白天各地人為多雲稻晴的天氣 不過入夜後轉涼低溫下探13度 週六開始將受到南方八逢颱風的水氣影響 週末全台轉為猶豫 帶一起來看到國際媒體中央訊息 繼續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香港抗爭聖誕節未見衝突終止 接著看到大紀元時報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聖誕前夕在世重大利多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將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協議 繼續看到大紀元時報台灣版報導 鋼警手槍指頭女子舉大紀元海報回應 來看到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不當銷售保險產品 日本郵政三社長應就辭職 來看到韓國朝鮮日報報導 清華台表示 習近平確認明年上半年將訪問韓國 掌心長人來關心2020總統大選 第二場的電視政見會 昨天下午登場 現任總統蔡英文 國民黨韓國瑜 親民黨宋楚瑜再度交鋒 針對經貿議題 反滲透法 特徵組 清廉度 以及執政能力等議題 是直球對決 炮火四射 總統候選人第二次的政見發表會登場 由總統蔡英文首先發言 蔡英文在細數四年經濟政績的同時 反駁對手韓國瑜在上一場政見會 稱世界忘記臺灣的言論 輪到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發言時 他開口先說聖誕快樂 接著批評總統蔡英文前面所談到的經濟政績 對於韓國瑜的批評蔡英文這麼回應 2017年的忙是因為國際情勢的轉變 我們也在進行很多的改革 2018年的翻是因為我們開始翻轉了這個整個情勢 那2019年的亂就是一個背棄了承諾的市長跑出來選總統 而且他的言論引起社會很多的爭論 不過兩人之間的交鋒不只在經濟議題 針對上週的罷韓遊行蔡涵也互相搏火 根據綠黨民調上週挺韓罷韓遊行後 蔡英文民調因韓國瑜33.6個百分點 蔡英文就表示罷韓遊行許多人上街頭就是明星 除此蔡英文對於重啟核四的能源政策直言是用命發電 第二場政見發表會在蔡涵激烈交鋒下落幕 而在上週六挺韓罷韓遊行後 綠黨星期三公布民調 二零二零總統大選的總統支持度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已百分之五十三點四 勝過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百分之十九點八 以及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的百分之九點二 新唐人亞太電視胡宗翰黃燕玲 台灣特別報導 二零二零選戰第二場政見發表會 攻防反滲透法議題 總統蔡英文表示 如果把反滲透法說成是挑釁戒嚴 那麼北京會很欣慰 但國際社會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 蔡英文說 不要只用空洞的形容詞反對立法 要具體指出草案當中 有哪一項滲透行為是不需要被禁止的 向大批媒體點頭揮手打招呼 總統候選人們出席第二次的政見發表會 在大約一百分鐘的發表會中 被受關注的反滲透法也成為焦點之一 針對反滲透法 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持反對立場 要民進黨不要用多數暴力強行通過 至於藍營稱反滲透法是戒嚴的說法 蔡英文表示 韓國瑜在三輪的發言中 都沒有提到反滲透法 在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 這麼回應 沒有正面回應問題 韓國瑜說完感謝大家隨即離開現場 沒有再接受媒體其他提問 新唐人亞太電視胡宗漢黃燕玲台灣台北報導 民進黨團擬在十二月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反滲透法 電子媒體週二播出郭台銘專訪 郭台銘表示如果民進黨執意在月底通過 他將帶團仿效太陽花學運集結立法院 郭台銘昨天在臉書貼文澄清說自己從未反對反滲透法 不過台灣社會輿論仍關注中共的紅色滲透 期待有相關的法律來保障安全 郭台銘批評蔡政府如果十二月三十一日通過反滲透法 就要仿效太陽花學運包圍立法院 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批評反滲透法是香港的送中條例 這樣引起人民上激頭 台灣積極黨批評根本是在電倒是非 三一八學運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反對跟中國更加緊密的經濟安排 就是所謂的反中 可是今天你卻誤導是非 當劉潔一召集這麼多台商 而且要求他們要來反對這個所謂的反滲透法的時候 這個通過的時候 台灣的政治人物就呼應他的 這樣的一個訴求 宋楚瑜跟郭台銘 他們在這個時間也跳出來反對反滲透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疑的一個行徑 郭台銘支持者 前國大代表黃彭孝 在臉書發文表示 23日台商組織台氣聯舉辦座談會 國台辦主任劉潔一等相關官員都出席 台氣聯會長隨即公開批評反滲透法 而隔天郭台銘也表態跟中共沆瀉一氣 黃彭孝形容反滲透法就是一面照妖鏡 照出政客背後的紅色身影 反滲透法真的凸顯了它是一面照妖鏡 在賺中國錢的台商還是你是統戰其實的台商 進行政治滲透工作的單位或台灣的機構才會受到懲處 經商你又不是聽從他們的那個黨組織跟聽從他們國家政府來進行台灣的相關的工作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被受罰的可能性啊 基金黨舉出相對於美澳的外國代理人等級制度反滲透法是簡化版 只能處理明顯可見的滲透行為是較為溫和的立法 而郭台銘則是在周三下午在臉書上澄清 沒有說過反對反滲透法 他是反對粗糙的立法過程 在看到高雄民眾的罷免市長行動昨夜三萬份連署書搭乘專策北上 志工們準備在今天上午正式向中選會遞出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提案 預計明年一月下旬會接到審核通知 如果第二階段的罷免程序啟動 必須在60天內收集30萬份的連署書 Uber共同創辦人卡蘭尼克11月公司IPO禁售期結束後 陸陸續續拋售其手中的持股 現有消息指出卡蘭尼克已將其手中Uber持股全部售出 Uber24日宣布卡蘭尼克將在12月底卸任董事會職務 继法國後意大利也將對科技公司開徵數位稅 預計明年一月起正式開徵 而臉書谷歌等將成為新法重點課證的對象 台中市長盧秀燕25日公布 非指中火兩部機組許可證 對此台電表示要提行政救濟 經濟部表示目前情況應不影響用電 但若中火減少兩部機組 可能會影響被轉率是否達到10%以上的供電充裕水準 台灣力拼2025年機械業兩兆產值目標 產官學經濟部與工研院 資測會 機械工會等共同打造公版智慧機械雲平臺 機械工會理事長柯拔錫指出 機械雲是機械業走向智慧製造關鍵 讓台灣機械產業再次偉大 業者只要支付2000元即可下載使用 平臺最快後年上路 柯拔錫說中國大陸機械產業雖然規模大 但品質上有待市場考驗 臺灣產業更有競爭力 新唐野海地人續整理報導 再看到財政部海外資金會回專法上路四個多月 預估到年底申請會回渴望達到五百億元 台股股王大立光也加入 大立光昨天帶重要子公司公告 同事會通過營運分配合計三點六五億美元 合計臺幣超過一百一十億元 根據瞭解這是大立光十年來首度會回境外資金 主要因應政府政策會回資金 將用於投資興建土地廠房及設備等 大立光昨天股價收4,900元上漲30元 再看到今年臺灣金融業的表現相當亮眼 全年獲利渴望創新高 突破6,500億新台幣 不過市場也擔憂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受到美中貿易戰的衝擊 將增加臺灣金融業在對岸轉投資的曝險 對此臺灣金管會檢查局就發布了 二零二零年精簡重點 在盡控方面 新增加對中國大陸應對政策與風險機制四大面向 二零九年整體金融業全年獲利 渴望創新高突破6,500億元 連帶拉抬年終獎金 公共銀行年終獎金照封上看八個月最高 第一銀行估計上看七個月 華南銀行也有機會挑戰六個月 根據金管會統計去年金融業獲利五千兩百三十三億元 歷史最高紀錄則是二零一五年的五千六百一十三億元 換句話說金融業今年前十一月的獲利為六千兩百一十一億元 已經提前創下了歷史新高 不過市場擔憂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將增加臺灣金融業在對岸轉投資曝險 對此金融會檢察局發布了二零二零年金檢重點 在金控方面新增對中國大陸營應對策與風險機制四大面向 明年金檢重點對我們主要是要求要金控 要做好風險的控管 那這個部分列為我們的檢查項目之一 至於國營到大陸設分航 紫航與大陸銀行往來 顧力雄日前表示要設防火牆 也就是要將中國大陸的營運與臺灣總航切割開來 無論中國出現的經濟下行等問題 都不至於會波及到臺灣的金融市場 新唐人亞太電視 直線底趙婷與臺灣台北採訪報導 全台首立越南豬肝醬罐頭 驗出非洲豬瘟限制進口 廣告後帶您了解 喜樂之泉 有機黑豆醬油 源自大地最純薄的美味 給您最安心的食品 食用頂級有機 臺灣原生黑豆 堅持品質管理 原料冷藏保鮮 珍貴二次釀造 360天製程 搭配純淨水源與澳洲海鹽 成就健康好醬油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IoT and Light Tower Universal Power Supply System Outdoor Lighting Power Supply Real Time Surveillance IoT Remote Control Economics Benefits Green Energy Eco Friendly Energy Drives Our Life AVN 腳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足弓則是身體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墊 采用德舒服專利濾精乳膠 防眉抑菌透氣除臭 遠紅外線 平均釋放足部壓力 减少膝關節耗損 讓您久站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Bumpy Road You need a steady ride Everyone has that little something that keeps them steady Stability It's an art It's a science 很多人以為 買水龍頭選無籤就安全 但水龍頭用久了 裡面真的乾淨嗎 老舊水龍頭藏屋納垢看不見 定期更換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龍頭系列 換水龍頭就像換燈泡一樣簡單 iCore水龍頭 So healthy, so cool 歡迎回來 但您關心臺灣防範非洲豬瘟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昨天在記者會宣布 越南豬肝醬罐頭 被驗出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核酸 已經立即下架 回收相關的產品 並限制越南豬肉相關製品進口 越南這三個月的話 被檢出來的百分比 已經上升到 這連續三個月大概都是50%左右 所謂50%左右就是 每採兩件樣品就有一件 裡面含有非洲豬瘟的一個病毒 那豬肝醬這個產品 目前就是一個輸入業者 已經明確被檢驗出來 所以在剛才報告裡面有特別講說 我們這個特別就馬上請 這個輸入業者所在衛生區 整個去跟防檢區 到現場去查查之外 那相關的都在要求業者 要整個完成下架回收 應變中心表示 越南豬肝醬罐頭被驗出病毒後 從12月12號截至18號 全胎已經下架了529罐 持續下架中 食品藥物管理署也宣布 週三起暫停越南豬肉罐頭輸入 此外有進口豬肉罐頭的相關製品 菲律賓南韓兩國也將被要求 附上官方證明後才能進口 港人繁送中運動持續 支持抗爭的市民會去同樣的立場 俗稱黃色小店的餐廳或小店消費 聖誕夜當晚有黃色小店 免費派發甜品為抗爭者打氣 請看我們香港記者在前線的報導 聖誕夜儘管香港多處包括旺角爆發衝突 但也有溫馨的場面 位於旺角的黑布街 兩家黃店聯手派發甜品 吸引不少市民前來品嘗 這家登上米芝蓮的旺角甜品店 近月被納入黃色經濟圈而成為黃店 負責人高泰說希望一點心意為抗爭者打氣 但可惜有些手足來不了 都知道我們黑布街白布街其實都是黃店 有幾間黃店 我們今天就好像開個小型派對 給那些手足一起輕鬆一下開心一下 旺角都在打氣 所以希望那些手足來不了的都加油 發起活動的黃店老闆黃先生 依據未來黃店的版圖會進一步擴大 也都希望黃店要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新唐人記者梁珍 陳仲銘香港報導 香港舉行區議會選舉後抗爭與港府的打壓沒有停止 中國經濟下行 美中貿易戰加上中共介入 香港經濟情勢嚴峻 今年第三季GDP衰退2.9% 是十年來首見 究竟2020年香港的經濟出路在哪 川家分析 中共介入破壞香港既有的一國兩制基礎 未來的經濟表現恐怕還是持續下滑 香港也反映中國大陸的經濟現況 更得留意資金外流正在發生 香港民眾自主發起爆買黃店日 咖啡館外面大排成龍 支持店家渡過難關 網路上還有專用app 幫助民眾分辨店家是 請中派還是民主派 黃色經濟圈成為香港熱門關鍵字 餐館外連龍牆反映民眾心聲 反送中進入經濟生活領域 還有港媒採訪上班族OL實測一整天消費黃色經濟圈 從起床到上班回家用鈔票表達訴求 生活也沒有多大不方便 希望身體力行純香港 因為過去半年香港經濟遭遇嚴重挑戰 港幅統計十月份到香港旅遊旅客暴跌 百分之四十三點七 十一月更是年減少百分之五十六 此外香港零售銷售金額 十月較去年同期下跌 超過兩成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 香港GDP出現十年以來首次衰退 幅度達到百分之二點九 香港四大經濟支柱 金融服務業 房地產業 旅遊消費 進出口 轉口貿易 更是中國經濟對外出窗 但如今外游美中貿易戰 貿易量下滑隱憂 內部則有中共逃犯條例引發一系列的政治風暴 轉口貿易 甚至於金融服務 整個總量在下跌 看香港經濟可以看成是他在投射 反映出中國大陸的經濟 以及他跟美中關係的這個變化 所以如果他美中關係處理得好的話 外資不會測 對香港的那個看法還在 哪裡需要去另外搞什麼 先深圳還是澳門來取代香港 那重點是還包括是不是有一些房地產的資金 已經開始測 英國央行 英格蘭銀行十二月十六號 發布金融穩定性報告 四月至今香港政治情勢 已經導致投資資金流出多達五十億美元 但同新台幣一千五百零六億元 幾乎是香港百分之一點二五的GDP 學者分析香港經濟下滑 並非出於反送中運動 癥結在港府背後的中共 你看你武警對於香港居民的這種無差別攻擊 它是破壞香港的法制 也傷害到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 這個東西對香港的影響更大更全面 但目前看不出變好的那個早期訊號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香港經濟整個是盤跌 鋼琴爛射催淚彈 暴力激起民眾更大不滿 中共成了拖垮香港經濟元凶 荷蘭IMG集團大中華區經濟學家Iris Penn 預期香港二零一九年全年GDP 衰退百分之二點二 二零二零年將衰退百分之五點三 指出除非香港政府採取行動結束衝突 否則示威活動持續到二零二零年 新唐人在電視 大陸非洲豬瘟未見平息跡象 近日大學生物研究院的研究員 又發現一種新型的豬圓環病毒 該病毒可令受感染動物淋巴系統衰竭 影響免疫系統 令豬隻因各種感染而死亡 陝西奉獻五歲女孩痘痘 十一個月大時打了一劑武漢生物出產的 一群流腦疫苗後導致四肢癱瘓 意識喪失 眼睛失明 在病痛中痛苦折磨了四年 上週二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到最後一刻仍然得不到一個公道 平安夜不平安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間 港警瘋狂抓捕抗議市民 曾在理工大學包圍站中 誓言要當抗爭者後盾的廚房佬 在尖殺嘴被捕 廚房佬被港警反扣雙手 但他面無俱色 仍大聲高喊 光復香港 五大訴求等抗爭口號 現場市民則大聲回應 香港人反抗 由葉偉信指導 曾子丹主演的葉問四完結篇 本月二十日開始在中國大陸供應 中共媒體紛紛炒熱劇中 葉問激鬥美國軍官的情節 卻遭中國網友嘲諷為 中共式的精神勝立法 曾經成功預言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英國預言家 漢密爾頓帕克表示 在即將來到的2020年 川普將會連任總統職務 而中國則會發生革命 他預言香港反送中抗爭會進一步發展 中國大陸也會出現新的革命 在面臨中共政府可能被推翻的情況下 習近平被迫同意做出重大改變 就長期而言 中國基於孫中商教會的真正民主將會出現 他還預言北韓金正恩將被人民推翻 金正恩本人會逃到中國 美國神韻藝術團名鼓舞首眼爆滿 企業家說展現被遺忘的真中國 廣告後下節早安新唐人帶您了解 永豐太陽能 愛台灣的新選擇 台灣製造頂級光電模組 獨特上壓下鎖工法 堅固 耐用 又環保 申請施工 賣電 一條龍服務 清涼省電 還有二十年穩定收益 太陽能少永豐 你就成為大富翁 擺脫不料瓶瓶罐罐的宿命嗎 康化國際生技帶來健康的秘密 白化容珍貴罕見 具有豐富的SOD抗氧化物 獨家栽培台灣特有名之品種 多糖體含量超過60% 讓您健康加倍 康化高倍萃取 男性的健康補給品 女性的保養盛品 選擇康化加入康化 健康美麗不是神話 喜樂之泉 天然純粹芝麻系列 選用台灣在地芝麻 堅持無農藥 無化肥 低溫慢炒 低溫炸油 富含多種營養成分 百分之百黑芝麻製成 自然臨添加 是美食的好搭檔 讓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時尚明鏡 精品未浴 何以敬畏美學 多樣造型靈靜 各式未才精品 盡在何以 後以 感言美容最佳盛品 台灣好天相逢原汁 台灣原生種相逢 豐富的川澄皮素 了解生理技能 西芙苓促進新陳代謝 澄皮乾橘皮素 讓你增強體力維持健康 自然農發果園 現彩直送冷壓 S&Q國家品質認證 給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張 相逢最健康 台灣好甜 12月25號聖誕節 當晚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在日本名古屋 艾芝藝術文化中心 正式開啟了2020年 神韻亞太巡迴演出的首演 有餐飲公司的老闆表示 神韻展現了中國至今 已經被遺忘的真正價值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在名古屋的首場演出 吸引了各界主流精英 前來觀看 劇場內掌聲鎮鎮 觀眾們全神貫注 神韻所傳遞的美好 智慧和善良 讓現場的觀眾感動不已 本当に一心乱れるんですかね 目が離せない感じで とても楽しいですね 回転のスピードだろうが動きだろうと 目線だろうと どれをとっても 本当に心が一つにつながっている踊りというか 伝わってきますね 初めて見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実は 本当に見に来てよかったと思うぐらいです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 何よりもこんなに人がしなやかに踊れ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と あとこんなに長いこと空中に浮かんでられるのっていうような感じ 私は最後の草原での力強い男男男さんたちの動き 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した 肩を張って勇ましい感じとか 女の人はより上品 男の人は勇ましく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伝わりました 除了讚歎舞蹈演員的精彩技衣 神韻演出全世的中国伝統文化 也让日本观众深深動容 中国の歴史を垣間見たようで そしてもう4000年前からの今までの歴史の中で 何を言いたいかっていうのが心に響きました 今の中国そして前の中国 その中に何が大事だったのか 忘れたもの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 もう世界中の人がこれを見たら やっぱり神のことを表現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りますし 本当はもう中国本当に 公演でき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る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能在聖誕節看到神韻如此精彩的演出 日本观众連称幸福 本当に幸福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報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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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